北京遭遇了洪水 蔡英文向中国的洪澳灾区表达了关心慰问 受台风杜苏瑞的影响 中国北方多个地区暴雨成灾 而且造成有人员伤亡 根据台湾媒体8月1号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向中国的灾区民众表达关心慰问 当天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说 北京连日暴雨造成洪水泛滥 人员伤亡事故 以及农业经济财产损失等灾情 蔡英文表达关心 也期盼受灾地区早日脱离洪灾 恢复正常生活 此外台陆委会也表示 政府透过海基会向陆方表达我方慰问之意 台湾海基会致函中国大陆海协会 转达对受灾地区人民的关心 同时透过当地台商协会了解在大陆台湾人之状况 并予以协助 这个不是蔡英文第一次向中方 2021年7月22号 2022年的3月21号 2022年的9月6号 蔡英文先后三次通过发言人转达对河南水灾 东航罹难旅客家属 四川地震 罹难者和家属 对于台湾地区的重大灾害事故 大陆也是高度重视的 14年7月台湾复兴航空空弹 8月份的高雄燃气爆炸 16年2月台湾台南的6.7级地震 21年4月的太鲁阁号列车出轨 中方是第一时间表达了慰问 22年9月28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回记者问时就被问到 说连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兄弟 是命运共同体 那么在困难时刻危难之际 连岸一家亲 所以咱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老百姓和台湾老百姓之间 毕竟还是都讲着中文 而那帮台独现在看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马上要下课了 那这个时候 他现在表达出 咱们说对大陆同胞的 大陆水灾的慰问 咱们也能理解了 因为他手里边不需要再去舔 蔡英文向祖国大陆同胞慰问 但是还有一个事很少有人注意 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向中国发来慰问 至今都没有一个国家 北京河北多地出现洪涝灾害 大片的洪水淹没了城区 导致不少城镇村庄受灾 房屋车辆被冲 掩埋 人员被困伤亡 现在中国正在全方位的积极搜救 但是你看这个台湾 台湾蔡英文发了一个慰问 但是你看国际上 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这个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针对河北严重洪涝灾害 将国家救灾应急想级别提升至三级 目前的国家减灾 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 正在河北洪灾区一线指导工作 实地检查 这个蓄制洪区的受灾群众转移 安置 安置点管理服务等等这些情况 直到督促好这个救灾物资发放等等 那现在看 尽管中国是不是不止一个地方受灾啊 整体来看呢损失不小 但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向中国发来正式的委员店 按照国际上普遍做法是 当一个国家遇自然灾害的时候呢 其他国家都会通过公开渠道向他们发这个关系问问 我了解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发了 韩国人发了 但是其他国家我到现在没看着 现在台湾也发了 这个咱们说这个慰问啊 其实就代表着这个 你对这国家老百姓的一种感情吧 一方面呢 可能因为灾害发生还没多久 所以呢 很多国家没反过来 这个咱们说 台湾是第一个向中国大陆发出慰问的啊 这个也是出人意料 这个不管怎么说吧 咱们也得感谢这个 感谢台湾同胞慰问 咱们讲了蔡英文啊 赖清德对大陆表示关怀 但是呢 世界上其他国家可真没有一个国家发来这个慰问 那就有趣了啊 就是为什么蔡英文偏偏包括赖清德这些台族偏偏发这个文章 你看这文章是简体中文和英文啊 那你要向大陆表中心 对吧 表真心的话 你应该是发简体就可以了 为什么发英文呢 就给外国人看嘛 那为什么给外国人看呢 就是要明白告诉外国人 我们台独啊 我们台湾人啊 在这个示好 那就是现在你要统一啊 打这个台湾 是吧 给自己啊 这个制造一种舆论啊 就是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释放善意 但这里边啊 别忘了 他这个文章中写的叫中国北京啊 实际这已经暴露他这个台独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啊 一个底色了 苏仁昌在这个咱们说还记得这武汉啊 疫情对吧 刚爆发的时候 一片口罩不给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暴露车 他这个台独啊 这个最根本的啊 台独这几年已经是让这个倒退啊 绝不可能啊 我觉得绝不可能合同了 就是台独这几年折腾 已经是绝不可能合同了啊 和平同意 那美国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啊 大陆已经在动手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美国人必须要让台独 缓和关系啊 那赖清德 苏仁昌 对吧 这帮人包括蔡英文啊 已经意识到了 现在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挽回找我 所以他现在释放这个信息啊 咱们千万不要上当 咱们如果现在上当 那就是中了台独的计了啊 就你认为他们是啊 这个良心啊 对吧 良心发现是吧 对中国大陆友好不可能啊 想想当年2020年疫情啊 那个时候他们想的是杀光你啊 让你们全部民族灭亡 你可以想想那种野心啊 包括整个台湾啊 他们那种狂妄的样子 现在大陆挺过来了 但是你如果忘了他们当时那个罪恋啊 我觉得那就太傻了 包括现在蔡英文搞这个也是美国人逼的 如果没有咱们这个武统啊 之前的这个武统行动啊 他能他能现在说软话吗 你还记得那2020年那个啊 咱们说那个啊 台独那个嚣张样子啊 这整个台湾人那个嚣张样子 你可以想想啊 2020年啊 疫情爆发之后 那个嚣张样子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会忘记的啊 整个世界啊 对中国的攻击啊 所以中国人现在啊 这个如果是这个还是相信 所谓的台湾人啊 包括台独啊 对中国大陆友善 我觉得那就太傻了 其他国家都没有啊 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蔡英文现在就是想借 我觉得就是想要这个人血馒头 借这个中国啊 中国的这个大灾 对吧 洪水 然后炒作 外国人都盯着你呢 所有外国人都知道中国洪水 那这时候台独立刻说 我啊 怎么怎么样 被问 立刻外国人就意识到了啊 台湾人啊 是多么友好的 那这时候你中国大陆武统 就给中国人贴上一个标签 你不爱好和平 你怎么能打这个 是吧 打这些这个可爱的台独 加可爱啊 加眼睛 对吧 这这种可爱的什么 这个台独们 是吧 这么可爱是吧 可爱的 咱们说这个 咱们是有中国有小粉红 2020年以后啊 有小粉红 台独给这个中国啊 很多人啊 起名叫小粉红 小粉红啊 加入到武统 结果什么 结果就是让这帮台独变成啊 也不是什么粉红了 他们永远变不成粉红 咱们给他变成粉末啊 最后再补充个细节啊 蔡文当年这个在德国水灾的时候 还记得吧 德国水灾的时候 他们可是不 蔡文这次表态可就是 鲍克莱应得都是通过什么发言人呢 间接的啊 这根本就不是他真心话啊 间接的表达这种 他当年这个德国遭遇水灾 土耳其遭遇地震的时候 蔡文是直接发布通稿啊 亲自发微问店啊 现在和大陆这个北京的这个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蔡文啊 间接方式啊 通过发言人呢 台路委会啊 表达关心啊 咱们要明白这个小心思啊 就是这里边啊 以官方口吻发表微问 制造一种官方对官方的假象啊 这已经非常明显了 实际就是谋独嘛 让台独分子现在最不淡定 就是大陆现在啊 武统派还在坚持啊 现在千万不要被核统派啊 迷了眼睛啊 我觉得这个像这个司马南那类的是吧 我觉得司马南啊 他去美国大使馆OK 但是你应该建议司马南啊 带着美国大使馆这个大使去哪呢 去渣子洞啊 去重庆的渣子洞 讲解啊 那CIA干的事啊 咱们说去啊 CIA这个在扎子洞干的一事啊 去见见这个江姐当年被困的地方 去见见小萝卜头他们家 你看看美国人 是否能不能道个歉 如果这个啊 谁能见到这谁 司马南 我是在北京地铁上见过一次 那家伙 侃侃侃他 确实是啊 在地铁上啊 跟 确实真能谈 但是你想想 你这么能谈你 你能把美国大使馆 这个大使 能带到渣子洞去 是吧 跟那个CIA建的一个渣子洞啊 给小萝卜头他们家道歉 能给中江姐道歉 那也OK了 你也没白 没白这个 说去趟美国大使馆 是吧 现在这个台 台岛的这些商人啊 现在都不淡定 你看这个张仲谋 接受采访 他直接说中美科技战 欲演欲劣 大陆 夺得半导体霸主地位 可能性很低 你看台湾商人 还是这种口感啊 说美国荷兰日本 韩国正在控制芯片制造的瓶颈 然后阻止大陆获得尖端技术 说美国企业 虽然会失去一些业务 但是整体势头不可改 这就是台湾 他们这些人的认知 咱们千万不要去 这个打破他们的认知 咱们说这个 就像这个九十年代 台湾人认为大陆完了 你看他的认知没法打破 那怪了 大陆怎么没完呢 而且变成世界第二 怎么回事呢 你看台湾人越来越怪 像不像个傻子 越来越怪 我怎么想不明白 钟正母也一样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 怎么没像我想象那样呢 他的认知在他脑子里 他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所以谈到台一店 我觉得现在看就没必要了 没必要咱们再认同 或者认可这些台湾人 对于大陆看法 我觉得没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以事实 完全是以自己想象 这就是几十年唱 唱衰中国的结果 我们下期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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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年轻人 我们下期见了 这期见了 其他年轻人 在这期见了 这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